野火春风斗古城 第六章 杨小冬回到西夏娃 刚卖进院 听到韩燕来和周伯伯正在争吵 先给杨叔叔取出相片 花钱的事 可不要对他讲 再重的担子 我们也担起来 说话容易 你有什么办法 把存的那富梅花牌的外带卖掉它 我知道你又出这个点子 卖掉 以后别登车了 真想的好主意 我的主意坏 你说 我说 先叫苗先生垫着 等我养种的黄牙九下来 又提黄牙九 你没看着 细弱的像头发丝 再说除了原主的 有你多少 我苦抓苦挠的试弄它 总有我一份 俩人越说越升高 渐渐顶撞起来 杨小冬只好倒退几步 一面大声咳嗽 一面呼喊小燕 小燕打起帘子 让她进去 屋里吵嘴的沉默了 寒燕来绷着脸 周伯伯点头笑了笑 笑得很勉强 杨小冬故意不同他们谈话 搭讪着问小燕 今天回来这样早 都卖完了 我见你早晨还没吃饭 放心不下 回来看看 说着从篮子里拿出一串果子 你吃早点吧 我给你倒杯开水去 叫我吃这个 你好大方 我问你 这一篮子 或有多大转头 杨小冬故意说的很开朗 这里边的故事点子可多烙 小燕很认真的 炸果子铺里也灵卖也批发 批发的百里加十 果子个头小 买批发价的多市小贩铺 他们资本大 现前买现货 炸果子铺还得给人家送上门去 我们算是领买 领买百里加五 早晨取货 下午交钱 我们领头的果子 个头大 转向小 为得好出手 像今天这八十个货 都卖了也只转四个货 碰到刮风下雨 至多保住本 有时候还出大错而理 他说的是去年汽车砸篮子的事 去年秋天 小燕跨了满篮子货 想到车站去 途中听到大车叫 他慌张赶路 不提防拐弯时 撞在一个日本兵身上 那家伙恼了 抬脚踢翻他的篮子 果子滚落满地 才说猫腰拾起 一辆大卡车飞驰开来 连篮子带货撵得稀巴烂 小燕哭哭啼啼走回家来 全家没吃中午饭 小燕重提这件事 韩燕来心里颇有感触 联想到目前生活 他长叹了一口气 杨小冬抓住这个机会 想同他们谈谈 刚说了句 你们的生活够困难的呀 周伯伯接过话头说 可困难到家了 就说我养种这点园子 春季种菠菜 接着种玉米 冬天是弄暖房 每年总有三大季 收获不小喝 可时成交人家园主七成 落到个人名下 够喝凉水的 劳累一年 闹得缺吃少穿 哪有余钱呢 他的话虽是实情 韩燕来听后起了很大的反感 你为什么当着杨叔叔哭穷 这起什么作用 幸亏借钱取证书的是 他不知道 要不 这叫杨叔叔多难为情 他沉下脸 瞪了周伯伯一眼 杨小冬故意不理睬 韩燕来 就近周伯伯跟前 用商量的语气说 辛苦一年叫原主 不动不摇的分期成去 真不合理 比方说 有朝一日 城市叫工人当家 土地叫农民使用 暖房归了你这养种菜的 好不好 周伯伯眉飞色舞 这还不好 你到受苦人群里问一下 管宝 一百人有九十九个愿意的 可 他从希望变成失望 透出像梦里 识得金银财宝 醒来两手空空一样的表情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喝 心高妄想 说说开心话罢了 这可不是心高妄想 韩燕来又不同意周伯伯的论调 他带着教训人的口气 要知道 打倒日本鬼子 穷人联合起来 我们穷人那时候 你们穷人干啥 周伯伯没让他说完话 干啥呀 穷人就是受穷 还有别的章程 你怎么断定没章程 依我看 只要大火齐心 没有办不到的事 能搬山 能填海 能推着地球转孤路 周伯伯脸长红了 你别逞强 再强还强过你老子 你老子英雄一辈子 下场好吗 人总得为自己留个后路 前进不了 就后退一步 抬不起头来 就低着点 这不丢人 韩燕来脑子 早热了 纳不住心头火 不是低头 就是退步 这不是丢人 难道是长脸 当着杨小冬 受到这样抢白 周伯伯脸上热辣辣的 像被人打了嘴巴 他气得直颤抖 这这 这不是当着你杨叔叔 我把话说清楚了 我和你爹是磕头的兄弟 你爹没了 我怜惜你们 才收敛到一块 现在你翅膀硬了 把我看成雷坠了 为啥说啥 谈不到这上头 对 为啥说啥 咱索性说穿咯 这些日子 你马不停蹄的 什么活儿不想干 整天胡跑 昨儿深更半夜才回来 我都看在眼里了 叫我说什么呢 要依我说 在矮房眼底下 就得低着头走路 你们 我连你叔叔也说着理 要真忍受不下去 到外边去 一刀一枪多痛快 大活人蹲在老虎嘴底下 大睁眼睛挺着胸脯 朝人家刺刀肩上碰 为什么 为什么呀 你们真要不听劝说 我带上小燕 远走高飞 离开这块地方 周伯伯 悄悄的 小燕从帘外缩回头来 提防给苗太太听见呀 吵什么呢 被人的事 不险山不露水就行呗 谁个傻瓜拿胸脯碰刺刀挖 从前我小的时候 记得周伯伯也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上了岁数到胆小了 好比象棋上的老将儿 躲在城圈里不动弹 人家将一军自己退一步 这样活着多憋气 别竟抱怨我哥哥 他做的不差 不能遇事缩脖子 这年头就是当个小卒子 也得过河顶撞顶撞 想不到 想不到你这小小的人 也有偌大志气 好 既然你们都会桥腿迈高了 我还当这块绊脚石做啥 可有一宗 今后遇到山高水滴 可别埋怨我 周伯伯气羞羞的站起 看光景他要远走高飞了 杨小冬急忙拉住他 拍着他的肩膀 让他在炕上坐好 随手给他蒸了杯开水 周大哥 别冒这么大火 你的苦心 我很明白 你为的是什么 无非为的不出是非 你说今后不管他们 这是气话 你要不是时心时意的联系他们 肯从几千里外 把他们带回来 我是这么看 两个没爹没娘的孩子 离开你活不了 特别是小燕 要不是你拉扯养活他 说不定早就流落他乡 动恶而死了 他的话触动了小燕的伤心之处 他一边听着 一边不断用手背抹泪 这种情景看到周伯伯眼里 他一肚子恼火先灭去半截 想到两个孩子在关东 瘦得三灾八难 禁不住常常叹了口气 这时杨小冬继续说 燕来抢摆你 这当然不对 不过周大哥 你说他们是没良心的孩子吗 我看不是 我来这几天 也看清了 就拿小燕来说 他给你洗衣服烧菜 吃点改样的 总不忘给你端过去 孩子们都有火性 可心地都不差呀 你养了他们的小了 他们能不对你养老报恩吗 谈到养老报恩 老人感触最深 边听边点头 眼里饱含了热泪 韩燕来没哭 脸色也和平多了 他心里更加佩服杨小冬 觉得人家能把话说到人的心里去 用十分期待的表情盯着杨小冬 希望他进一步施展本领 完全说服他们这位家长 周大哥 刚才你还提到我 我同他们兄妹一样 也得脱靠你的帮助呀 要不是老大哥出头给我找房子 报户口的 我在这里住不成喝 你说朝敌人刀尖上碰的话 我不这么看 谁这样傻瓜 自找奇货 我看 日本鬼子打进中国 就是来杀人的 抗日牺牲的固然很多 不抗日牺牲的更多 亲日死的也不少 要紧的是多加小心 周大哥 就这样打个比方 比如说 在有项雁来他爸爸那样的人 到城里来 你知道了咋办 帮助他 还是给敌人送信去 老弟 你怎么了 你打疼打疼 姓周的为人行事吧 周伯伯 我告诉你 杨叔叔跟俺父亲 是一模一样的人 韩雁来有意识地点破这一点 周伯伯歪了歪脖子 没作声 像是一样的话 从燕来嘴里说出来 他便不肯服气 周大哥 我非常感谢你 老韩同志牺牲后 是你病埋的 他的儿女也是你拉帮长大了 这都是不能让敌人知道的事呀 我受了你很多帮助 今后你还得多搭手喝 周伯伯对杨小冬处于这种矛盾状态 他理想中的杨小冬是个危险人物 他观感中的杨小冬又是个成独可亲的人物 背地里他对杨小冬的行动不满意 当着面不好意思说出来 听到人家要求他遇事多搭手 既惶恐又欣慰 他不大同意 但又点头应允了 危险的事情必须干 大家警惕加小心 是这场斗争的结论 有了结论 韩燕来自去出车 周伯伯去到暖房添火 小燕见他们都走了 收拾篮子就要出去 杨小冬叫住他 小燕子 你停一下 有件大事情 要你去试着办办 小燕鼓足了勇气 到迎宾旅馆去 迎宾旅馆是省城著名的地方 面临大街 三层楼房 上百个房间 门口汽车马车停停去去 三轮车燕百斥百成长长两行 三轮车为什么特别愿意给这儿拉坐 原因是老板按理答应了条件 每拉一位客人 帐房补贴三角 羊毛出在羊身上 这点款项最终出在旅客的头上 小燕到了旅馆门口 想到帐房查查旅客登记簿 一电量自己的年岁装束和手里的篮子 没敢这样做 羊叔叔教了半天 我不能投进门先碰个硬钉子 冷了一会儿 瞧见出入旅馆的人们当中 有被柜子卖烧鸡的 有卖熏肠叉烧肉的 还有头顶竹篮卖冰糖葫芦的 他咽了口唾沫 放开胆量端着大人架子走到门口 挑开棉布门帘 硬着头皮卖进去 他第一次进这样豪华的旅馆 迎头发现有一座大门 跟刚才走过的一模一样 只是亮晶晶的显得更漂亮些 想停住脚步打问一下 又怕发生麻烦 便硬着头皮朝前闯 当发觉眼前市面大穿衣镜的时候 脚下叮当一声踢翻一盆天冬草 幸而花盆撞在大镜的梨花木框上 没有碰碎玻璃 小燕吓得心秃秃乱跳 又咽了口唾沫 继续朝里走 刚拐过大镜 进入过厅 听得有人哼了一声 小燕偷眼望去 左面敞着门的柜房里 理发员正给一位胖子刮脸 胖子满脸都是浓白肥皂泡沫 哼的声音估计是从胖子的鼻孔里发出来的 小燕等他闭住眼睛 想偷着溜过去 刚扶楼梯 那家伙又哼了一声 小燕举起篮子 卖油条的 那家伙又大哼一声 小燕只好停下脚步 从此胖子眼也不争 小燕也不敢动 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 要是这遭而完不成任务 往后杨叔叔就信不过我了 胖肉蛋呀 我恨死你 小燕正在心里发恨的当儿 三楼上有位客人 俯身向下 手里摇晃着空壶 大声喊茶房要水 楼下一时无人答应 客人叫得挺急 小燕灵机一动 放下竹篮 喊了声 就来 哥哥跑上楼去 边走边向胖子撇视 胖子嘴唇损了损 看光景还想发作 恰因剃刀爬到嘴角 他没敢哼出声来 小燕提着空壶走下楼 来到冒热气的茶炉上 打过招呼 灌满茶壶 递给已经走下楼来的客人 顺便提了个大铁壶 重新走上楼 这一遭 他一步一步的慢灯楼梯 留心旅客房间的一切争后 二楼的客房里 有围圈打麻将的 有队坐下象棋的 有别乘小嗓拼命练京剧的 还有几个房间比较安静 但从行动举止上看 总不像青年学生 小燕心急火燎的步上三楼 这样多的房间 这样多的旅客 我朝那 他的思路被一缕洞听的销声打断 侧耳听时 销声发自西北角 小燕走到跟前 销声停止了 说不清奏乐的住在哪个房间 他心声一记 挨门挨户问人家要不要谁 走到第二个房间时 里面有一对青年男女 女的围着白围巾 男的穿着蓝士林大衫 手里握住一只销 他们脸上都堆满了愁容 小燕子说 你们喝水吗 男的漫不经心的看了他一眼 说不喝 小燕冒着说 你们一路来的同学也不喝吗 听到她的话 为白为金的女子喊 小梦 你们要开水吗 隔壁传来很尖的嗓音 喝水能当什么 我又没吃有渗透的东西 小燕随着声音 走进隔屋去 这屋也是一男一女 女的个子不高 穿得比较阔气 脸上胖胖的 瞪着两眼像是要跟谁呕气 他身旁那位红铜脸旁的 像是同他解释什么 小燕投进门时 仿佛听得难的讲 急什么 就要有人来找咱联系了 红铜脸见到小燕进了屋 立刻停止谈话 上下打亮了小燕两眼 我们没说要水 你出去吧 小燕看清两屋是四个人 都像青年学生 心里有了几分把握 她便下楼回到茶炉 撂下铁壶帮助工友 十多灵活 工友见她手擒面扇 非常喜欢 两人攀谈了一阵 经过工友的帮助 查明那几个人 正是从北京来的学生 而且迎宾旅馆 也只有这一帮成群 打伙的学生 小燕把握更大了 从新鸭部巧声 夺上三楼 看见红铜脸 和披白围巾的女同学 正凭着楼廊栏杆 小声唠叨什么 见到小燕 他们又停止了谈话 小燕这才放大胆量 把他们叫到屋里 同他们交谈了几句 得到证实之后 她掏出杨小冬写好的信 千万别忘了时间 地点和暗号 说完这句话 小燕匆匆走下楼梯 下午 杨小冬同银环 又站到土山公园的山顶 湖中积雪扫除了 有很多人在溜冰 约定会面的时间到了 银环扶手看到 山下那个靠背椅上 已经坐着一男一女 他们不住的东张西望 征得杨小冬的同意 银环下山了 她在另一个靠背椅上坐下 瞥见身旁那个白围巾的女同学 坐不稳 立不安 摘下围巾 又披在肩上 那位红铜脸庞的男同学 眼睛死盯着手表 像是亥牙痛似的吸着冷空气说 又过了五分钟 银环悄悄从衣袋里掏出墨精眼镜 戴好之后 突然站在他们面前 女同学见到戴黑色眼镜的 又惊又喜 她冒冒实实地说 你这眼镜从哪买来的 银环见近处无人 笑了笑说 姑娘 你错了 应该我问你 你的白围巾从哪买来的 呵 对了 是我搞错了 我的围巾是从北京买来的 请问你的眼镜 我的眼镜是从山西买来的 红铜脸的大学生也兴奋地参加谈话 虽然遇到的是银环 虽然银环看来比他们还年轻 但他们感到银环就是组织 就是领导 见到他就算有了依靠 像从黑夜里忽然见到太阳一样 这批大学生 是由北京地下党派两位同志互送出城的 他们彼此之间 平素并未发生横的关系 出发之前临时集合见了一面 大家按照标记进行联络 红铜脸前面是白围巾的女同学 他俩都是党员 再前面是迟销的男同学 再往前是穿得阔气的孟小姐 孟小姐前面的人手持万寿山牌手杖 省城车站到了 大家拥挤下车 都在紧张地盯着前面的联络标记 孟小姐从车门迈下时 闻到烧鸡的香味 她嗅了嗅鼻子 小贩发现她是个买主 提栏截住她喊了声烧鸡 她刚问了一下价钱 身后有人催她 还不快走 叫你催丧了 跑在前面等着喝毒药 她很呆呆地回击身后 持销的男同学 急至抬头向前一看 再也瞧不见持手杖的踪影 她这才真急了 两条灵桥的小腿倒替着奔跑 很多旅客被她跨过 谢天谢地 目标终于被她捉住了 持万寿山牌手杖的人 正在蹒跚着步上天桥 她舒心地吐了口气 紧跟在持手杖的后面 出站了 持手杖的人卖腿上车 低声对三轮说 迎宾旅馆 就是这点 低音梦小姐也听到了 她向后高呼 去迎宾旅馆 接着招手 雇来四辆三轮车 到旅馆门了 五辆三轮同时杀住 大家发现出了问题 孟小姐前面持手杖的 原来是一位 欢眉喜眼的青年大学生 现在这位持手杖的年纪 有四十开外 脸色焦黄 眼睛懒得睁开 活像个犯了瘾的鸦片烟鬼 就这样 红铜脸的大学生说 我们失掉联系 住在旅馆怕出危险 回北京去怕暴露 万般无奈 才拍电报的 白维金的女同学说 姓孟的 可真难缠 错误是她犯的 顶数她问题多 关于她的问题 还得向组织请示 话没说完 银环碰了她一下肩膀 原来另一个靠背以上 新坐下两个被冰鞋的 银环搂着白维金的脖子 指着冰场说 看那个戴红绒帽的姑娘 华的花样多好呀 你爱不爱华冰 嗯 他们走了 你接着说 要请示什么问题 是这样 孟小姐原名孔孟华 出北京才改了信 她是教育系的学生 差半年就毕业 她的爱人高她一般 半年前到了根据地 她接到爱人的信 坚决要出来 很大的程度上是想结婚 组织上起初不同意她出来 她便大闹情绪 多处乱找关系 领导上怕出事才答应了 她到省城之后 不晓得从哪里得的消息 硬说她爱人转到平原工作了 她发出口号 誓死不钻山 怎样劝说也不发生效力 我们商量的意见 事情组织批准她单独到陆东平原去 好在陆东陆西都能锻炼 总比回北京去好得多 银环汇报后 杨晓东沉思了好久 觉得这个姓孟的很成问题 一时也没更好的主意 既然当任务接受了 决定分头送他们 韩燕来负责送三位同学去陆西 她拖的行双林 城市给行双林进行了一些教育 行双林听说学生们都有合法手续 就满口应成 这三个人走得很顺利 事先由韩燕来去外边找妥街头地点 经行双林在封锁沟口指点了一下路线 他们自行走出去 宋孟小姐的同样采用了简易的方法 由小燕给她一封信 叫她直奔千里滴滴攻占 但她这一行惹出很多麻烦 原来这位孔孟华小姐的父亲在委华北政务委员会工作 哥哥跟国民党跑到重庆 未婚爱人投奔了八路军 在从父从兄从夫的选择上 她选择了后者 她对抗战和时局的看法是 中国王不了 鬼子长不了 国民党好不了 八路军少不了 在迎宾旅馆她的情绪虽大 但她并不害怕 觉得哪一派里都有后台 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 她说 山里生活受不住 烧饭要自己砍柴 渴了要喝冷苦水 小米饭沙子多 住上半年度里集成个小六轴 夜里没灯 全村在公所里挂着根冒烟的草绳 人们从那里排队取火 平原上吃的是白面 穿的是细布衣服 走起路来还可骑自行车 她认为平原的生活 是她能够忍受的最低标准 坚决要求到平原工作 她想 即使爱人不在平原 可以打电报调她过来 当接到小燕给她的介绍信时 她没有顾虑也不害怕 怀着观光旅行的心情 离开了旅馆 孟小姐走一阵歇一阵 边走边打跳 太阳落山的时候 她露遇了敌宫干事 帐屏信件 她接待了她 由于距离宫站很远 她竟就禁领她到 谷家庄杨小冬家里去 暮色苍茫中 杨老太太接见了陌生的来客 这样一位服装狠心气派 挺杨的小姐被地方干部领来 老太太怕家贫舍漏漫带了人家 孟小姐倒霉丝毫拘束 她初到乡间 一切觉得新鲜 精神十分兴奋 拉开画匣子 天南地北信口开河大吹一阵 无论讲什么都拿北京来做比较 指着菜油灯 她说 这家是挺好玩的 比起北京的电灯来 顶多有一烛光 不过电灯不怕风 这玩意儿可不行 说着一口气吹灭了灯 老太太点着时 她站得远些 又吹灭了 如是三次之后 她哈哈大笑 笑时摊开两手碰到桌上那杯开水 老人微笑了一下 忙擦净桌子 接着她大讲在危险环境下 如何搞地下工作 敌人怎样侦察追捕 她又怎样太太然然的应付过去 这些都是她按照精险影片编造出来的 老太太听了 心中好生不快 觉得她太特别 比起她来 银环是多么温柔端雅的孩子 见对方还在狂情纵意的吹嘘 便脱口说 黄豆里边也掺着黑豆 十个指头不一般齐 俺家也有在都市搞地下工作的 他们可没你说的这么排场 孟小姐陶醉到得意忘形的程度 对老太太这些有棱角的话 没有理会 倒觉得排场两字对她是一种夸奖 一再追问老太太的儿子叫什么 在哪个都市搞地下工作 老太太被迫无奈 便说儿子在七七事变前 曾在省城工作过 孟小姐当然不满足 继续追寻 这次出城是什么关系送他们的 老太太知不知道 狄公干事先是向老太太地眼色 最后不得不正面制止她 这样一来 给谈笑风生的小姐头上泼一瓢冷水 她显出优越感和自尊心 再也不向谁说话了 孟小姐到达新光线后 教育科长十分喜爱她的才华 羡慕她读过教育系 愿意留她就地参加工作 还答应负责给她爱人联络 她觉得这里领导赏识 生活条件尚能凑合 还有靠近都市的方便 便答应留下来 幸梦的这一次谷家庄住宿 又在靠近敌区分配工作 又缺乏教育和警惕 后来给革命工作造成了重大的损失